海巡署人員廣播驅離 日十五號上午 中國漁船有親門踏戶 創進台灣海域 兩艘中國漁船越界到新竹香山外海 海巡署花了一小時成功驅離 但同一天 台中海域也被中國漁船闖入 台中松博港外 兩艘中國漁船進入台灣水域 但沒進行捕撈作業 動機恐怕不單純 還原越界時間軸 日十五號凌晨三點 中國漁船出現蹤跡 上午六點進入台灣海域 距離我國日十里 下午一點多 又有兩艘中國漁船開進台中海域 距離台灣只有十七離更接近 光是一天就有四艘漁船惡意闖入 越界漁船過去不外乎就是偷渡走私 但如今兩岸緊繃情勢 民船入侵更顯得挑釁意味濃厚 背後恐怕都是中國官方刻意放行 升高對立製造衝突機會 3d 新聞網易軒林玉均台中新竹 綜藏報導